你说如何把故宫太和殿搬到自己的家 那就把它缩小100倍 那怎么把它缩小100倍呢 这是一款按照1比100的比例高度还原的布鲁克太和殿积木 一共有7600多块 让我们挑战一下 咱们边拼边聊 其实有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认为太和殿是百官上朝的地方 其实不是 太和殿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国家大殿 你比如说登基大殿 其实使用次数非常少 太和殿民间又称为是金鸾殿 为什么叫金鸾殿呢 是因为殿内金砖漫地而得名 这里的金砖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用金字做的金砖 而是用苏州一种特殊的泥料制成的 烧成之后颜色是成深灰色的 这种砖在敲击的时候会有一种清脆的铃铛声 因为链就是铃铛的意思 所以才称之为叫金鸾殿 我小时候参观故宫进过金鸾殿 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大 满眼都是柱子 可以说是72根柱子撑起了一座殿 如果按照古代建筑中四柱一间来算的话 太和殿正11间测5间 一共55间 不得不说这个积木还原度还蛮高的 我说一下这个匾 一块是在太和殿内的叫建吉随有匾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就是上奉天命下顺民意 而太和殿这个三字大便则非常有深意 故宫的前三殿分别是太和殿中和殿和饱和殿 这三大殿的名字其实是取自周易的钱挂 钱挂中有个断转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前道变化各政性命 宝和太和乃立真 这里面有三个和 宝和太和和和 那中和在哪里呢 其实周易的核心就是围绕着中和 而这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中正平和 不偏不倚 太和的太实际上是极大的意思 太和也就是极致的和 就是和谐圆满 一切关系都得到协调 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而这个匾也是皇帝提醒着自己要让老百姓达到和谐圆满的状态 太和殿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乌己兽 他的数量越多则建筑的等级就越高 太和殿上的乌己兽数量则是最多的 一共十个 仅此一例 那排在最前面的这叫齐凤仙人 他不算 从下一个开始数 后面依次就是龙 凤 狮子 海马 天马 霞鱼 酸泥 蟹制 斗牛 行驶 那为什么要放行驶这个神兽呢 因为行驶在外形上很像雷弓 也就是上天主管打雷的神 太和殿曾遭受多次焚灰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雷击 在太和殿屋顶上放上这么一个神兽 寓意非常明显 那就是希望上天多多关照 不再让太和殿遭受雷火 放好太和殿这块匾就算完工了 看看怎么样 这太和殿虽然是缩小了一百倍 但仍旧能感受到它的庄严大气 和古代建筑的美感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独一殿可知万殿 对古建筑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看这个布鲁克收藏集的太和殿 这积木放在家里 确实有点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了 Yoon 不会想大宿 的 vi 虚状 幽 虚定